第2集 登山小反弹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第2集的登山小反弹 在香港的时候都是低山嘛 所以都没有高山症这个问题 然后那时候我朋友们想过来台湾爬山 他的朋友就一直叫他 你记得吃高山药哦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哪需要吃的那种东西 爬就对啦 因为我就是一辈子都没有结束过 那20年都没有结束过高山症这个东西 所以今天呢就来分享我刚来到台湾 开始爬3000米海拔以上的山哦 我有什么感觉呢 我有没有高山症呢 那今天呢我的嘉宾也一样是琪琪啦 因为琪琪那时候我认识他 他好像也没有去过 他有去过3000米以上的山 但是他没有爬 他只是机车走上去而已啦 所以他是没有真正的爬过百岳的那时候 所以今天我就要请他过来跟我一起分享这个 高山的问题 高山症 我只想到我的摩托车有高山症而已 我摩托车真的是不争气啊 那时候气到去买一台重疾 解决高山症的问题 好我们还是要回到人有没有高山症这个问题啊 那我个人是 以前我爸他有给我一个非常铁的纪律 他说如果我生了儿子 连高山都扛不住的话 那你重新投胎好了 所以我们就那时候第一次去乌龄的时候呢 抱着必死的决心 反正也不知道自己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常常跟朋友骑车去乌龄 骑到乌龄的时候会觉得说 哇这摩托车真的不行 但是我们人的身体都还OK啦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我根本就没有在爬山 我们真的是到了石门山的边边 然后拍个几张照 就很开心的在那边回家调色很满意的发照片 因为乌龄真的是怎么拍都好看 所以真的也没有经历过那种要去爬的很喘的现象 不过有听到很多人讲说 说关于爬会比较喘 大概也就是比较喘而已 是没有到那种快死掉 就是真的比较喘 然后就停下来休息 然后喘个几口气 也有好有深刻印象的 大概是那个叫做石门 也不是石门 是和欢山北峰 北峰因为他很短的距离 然后都一直在躲上 然后那地方海拔又蛮高的 所以我每次爬北峰 每次都会后脑勺好像有针在刺这样子 大概是那种感觉啦 不过好像也不至于说 痛苦到快要往生的感觉 这就是我对于和欢山高山症这个反应 大概是这种心情 那你有什么高山症吗 你这个从头到尾都完全不需要人家担心的 我都觉得我要先担心我自己 我都觉得你是不用人家担心的 那你有什么高山症呢 其实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觉得我是一脸开心的样子嘛 感觉我就是没有问题 其实我也是觉得我有高山症过的 但是我就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不是高山症 那时候我刚来台湾第一座百月 过3000的就是和欢北峰 那天是我第一次上3000米海达以上的山 然后我是完全没有高山症 连那个很大峰我也没有高山症 但是你还记得和欢山北峰第一次爬 有一个很好笑的画面 有一个妹子很漂亮 还记得吗 那个妹子喔 她有高山症她在旁边吐 然后这一位 完全没有高山症 而且那时候已经摸黑了 然后呢还拍夜景拍的超开心 在那边说 喔快点来拍快点来拍 这实在是太美了 然后旁边等人一直在那边 旁边那个妹子在那边吐 真的是极大的讽刺 这就是我最深刻的印象 还记得吗 这个啊我当然记得啊 但是那天我为什么完完全全没有高山症 就是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那么美的景色 因为我从来是没有爬过3000米以上的海达的山 而且何况北峰是我觉得何况群峰里面最美最美的 那天我们看了星空 看了日落 然后我觉得所有的美景已经把我的高山症全部搏走了 完全是没有那个高山症问题 然后我看到那个女生就是很不舒服嘛 但是很多男生已经过去问候她了 所以我就觉得 嗯反正我是一个小女生 我过去问候也没有用啊 一大堆人转过去那个女生那里 那个女生可能会很大压力呢 对不对 所以我就没有走过去 而且刚刚奇奇就讲过 她觉得很喘嘛爬高山 其实爬高山喘是一个正常的 因为那里就是雅气比较少嘛 所以那个我觉得不算是一个高山症 它只是一个高山反应而已 对就是这样 然后如果是我觉得我有高山症反应过 就是在那个大水窟山 就是我上一次去那个八大秀啦 因为那天真是超大风 我在大水窟哦 我戴毛帽已经戴到下面这里了 那个风还是吹到我超头痛 所以我就最后没有攻到底 就是我觉得我不能走下去了 所以我就没有勉强自己再走下去 如果再走下去 我觉得高山反应会更严重 但是就是我觉得我大概所认知的高山症 就是在我身上发生过的就是 只是很头痛 超痛超痛 但是这个解决方法就是你先吃高山药嘛 但是我就觉得我就不走下去就算了 因为我觉得吃药都不太好 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吃药的人 那你呢 你有什么面对高山症的方法呢 如果说那些不舒服都叫做高山症的话 那我的方法很简单 我也被你呛过好几次了 我的方法就是 更慢 你越呛我越慢 这就是我的解决方法 就是这么简单 大家应该没有想到吧 面对高山症的做法就是 停下来多休息多喝饮料 你就会舒服 舒服爽了 高山症就没什么感觉了 然后走十步休息十分钟 大概就是我的解决方法 真的有效 一个小时走不了一公里 我们就用三小时来走一公里 还记得病养种种吗 就是烂到那种程度 因为那天好像没睡好 那据说没睡好的话 高山反应会特别明显 所以睡好是很重要 但是你在山上要睡好 要考量到旁边的人 是不是在打呼 旁边的人打呼是最致命的 所以我们朋友有跟我们说过 爬山 爬百岳最致命的 最险峻的是打呼声 这就是我非常认同的一句笑话 但是也是痴情 哇 你真的是越走越烂的心态 他这种心态啊 真的是完全不可取 就是因为他那么慢 我永远都要等他 然后永远都要摸黑 回去杀我 你们知道那种压力有多大吗 虽然摸黑对我来讲是 没有什么啦 但是摸黑真的是很很冷 然后你享受的美景 可能变得更少的时间 所以其实我不喜欢 越走越慢啊 但是没办法 如果你朋友要越走越慢 你还是不能强迫他走快嘛 我就是一直强迫他 所以没有用啊 他还是继续烂的话 那就让他这样吧 反正他没有死就好 就是爬山 不要爬到死就OK了 然后他就说到 高山症的酒店方法 就是睡得好嘛 其实这个我也是认同的 但是其实我真的是没有睡好过 我在山 我基本上都没有睡好过 因为我可能太高贵吧 对不对 所以就要个硬板啊 常常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我觉得趁我年轻吧 年轻就好好去爬山 就是过了一晚 体能也是好好的继续出发 下一个行程 如果你是刚刚从香港过来 想在台湾爬山的话 其实不用像我一台人 就从何况上了 你可以先到清静住一晚来 施衣那高度 因为清静是2000多米海拔嘛 那就先施衣一下 然后第二天再上去3000多米 那你这样跳的话 没有从0海拔 跳到3000多海拔的话 那会比较好 很多人都讲 如果去爬玉山也是 就是先在那个登山口睡一晚 第二天再出发 这样会比较适应啊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吃药啊 吃药就很解决 就是我认识蛮多香港人 他们都会在前几天 就是先吃那个高山药 我忘记叫什么了 反正就是一个高山药 他们就会先吃 不管有没有发生高山症 他们都先吃 因为这是保障嘛 那说到这个高山症 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 那个玉山的时候 我那时候脑海里有在想一件事 就是3900 3900跟3300的痛苦指数 是不是不一样 然后我就有点担心 不过后来呢 可能也是睡得不错 因为排行山上很棒 然后我到了3900的高度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船的程度是跟 在合幻山是一样的 所以我在想 3000、4000 可能4000多应该都是这种感觉 那因为我们台湾没有到 4000多以上 然后国外才有那种 5、6000以上 所以我这边没办法分享 5、6000以上 但是我必须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2800以上 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开始稀薄 然后摩托车也变慢了 然后我们也变船 2800到3900 我的感觉是 几乎觉得是一样 同一件事情 那台湾也是有到3900 所以你只要 2800到3500 2800、3500 这些你都OK的话 那至于玉山 绝对不是问题 这就是我觉得 这个特别要跟大家分享 我还以为说 多了那个几百 会变得更痛苦 后来发现 是一样的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了高山症的解决方法 跟我们有没有试过高山症呢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 大家都不要怕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你先踏出一步就好了 就像我 我的性格可能很多人说 你这样没有想过后果这样不行 但是其实我一路走来都是一直走一直走一直冲一直冲 但现在还是活得好好的 如果你真的想去高山的话 就不要怕 就先踏出一步 你怕就先做一些准备功夫 那就好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分享 那大家如果遇到什么高山反应 或者你们的解决方法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跟我分享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